咁咁咁咁咁咕 啊 啊 無恢恢央階人心 靈靈溫溫度變靈前 無帶傷 閠爛秋梁 無帶後肖隍身震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编小编带大家来这里是哪里 哦有没有看到空拍季的这个颜色 像不像七彩霓虹灯啊 然后在那变变细细啊 哎 今天大家报告这就是我们胡寿山农场的波斯吉花海啦 因为波斯吉花的颜色是洋红色 其实有一些相机的感光元件 针对这个颜色 他没有办法测出很标准的白平衡 那关于白平衡就是我们光的颜色有色温 那要把这个色温调成白色 就是那个光的颜色要变成白色 所以叫白平衡 啊这个波斯吉因为他是洋红色 所以他对那个 感光元件叛读白平衡的部分会有障碍 所以我们的空拍季就这样闪闪闪闪闪闪闪 有没有看出看到我们的波斯吉花 还被人家走出迷宫一样的 那个神奇的 这个要叫什么 露痕吗 这个要叫露痕 这感觉很像恐龙的爪子 恐龙的爪硬 对 这个就是人走出来的 没法我们的灰 比人还要高 我们的波斯吉比人还要高 所以大家为了抢个好镜头 可能就是前铺后进 前铺后继的往前面冲过气 然后就会形成这个迷样的隧道一样的 在在天空看不出来像隧道的感觉 那你到现场的话 走进去走进气的 我要鼓励走进去吗 其实我觉得OK 你就走进去吧 走进去会有别有冻天的干劫 目前已经开到满满满的 已经开到全满的状态 预估这个周末就是双十年假 会是我们秋季第一波的秋 秋天的风景 就是波斯菊花海 会在这个 年假的时候 双十年假结束 结束它的花期也结束 那接下来就是秋天的主角 我们的红叶又开始转色了 其实这片波斯菊花 就是随风飘动的时候 真的很漂亮 很像花的花浪一样 不过这几天天气应该会开始转变了 我很怕落后的时候 把这些花都打了 今年我没有特地下去拍这片波斯菊 很可笑 你香港现在又开始闪闪闪闪闪闪 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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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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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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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还要像一条刀 来波斯基 对就是到这个周末 下个礼拜来还是会有 不过就是大部分的花 大概都会开始掉落 这就是季节性 季节性 季节过了 它就是会掉花 花瓣就会掉下来 看旁边的 旁边的那些樱花树 拉近一点 樱花树的部分 樱花的叶子也开始在变色 真的 我下次要设定好 它的白平衡才出去飞好了 不然这样子 这个一直跳来跳去 大家有没有感觉 那个 颜色一直在跳来跳去 因为我们波斯局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香味吗 它其实是它其实它叶子有一个精油的成分 你走过去如果轻轻的摸它 你身上会沾满 会沾染它的味道 有人觉得这个味道蛮香的 有人觉得味道怪怪的 各有所好 有我们队长在吵架 波斯局就是 季节过了就会结束了 那我们远远的看一下 旁边是水蜜桃园 那过来 左手边这个看起来像 像枯树 叶子开始在掉了 这是苹果园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的苹果真的是 非常的凄惨 怎么的 我的讯号稍微不好 等一下等一下 我瞧一下 位置 这才要怎么设定它的讯号 来 下面这个苹果园 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的苹果树 其实 着果率不高 就是 小编说的就是 夏天的时候 应该说春雨的时候太多雨了 我们 春夏的时候下太多雨 然后又高温潮湿 高温潮湿的话就容易 造成一些病害 然后雨下太多的话 它开的花也没有结果 比较可惜 今年的苹果产生真的是 非常的可怜啊 还不会拐家 加起 枫林步道 枫林步道 之前这里有一个水池啊 现在没什么水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这个 你有看到那个水池旁边有围那个柵栏 听说啊 有 这个水池 里面已经掉了几台的手机进去了 所以请大家 在水池方面拍照 请握好你的手机啊 来 绕过来这边是我们的鲁冰花 松林峡谷的部分 鲁冰花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步道旁边有 有波子局 这边波子局非常的好拍因为它是在 边坡上面的大家可以 把它当做一个是 花墙一样 当成背景一样 那花那个波子局和后面有一个紫色 有没有现在有人在那里走路的那里 这片是鼠尾草 就是紫色的 也可以走进去旁边这两边都可以 有那个像步道一样的可以走进去 自己取景的部分就看个人的厉害 这席雪山珠秋 雪山珠秋 哎 外行就看热闹 我们内行的看 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要看旁边的 樱花树 在变色 这代表 因为这里刚好是一个山头 那山头容易 被风吹 山头容易被风吹 反正 反正就是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峡谷 它比较容易 先感受到冷风吹过来 那这边的樱花树 因为樱花树也是会变色的 一种 叶子会变色 就是秋天它会落叶 落叶前它会变 不管是变红色还是变黄色 它会变色 那可以看到 有了我们山上开始有秋天的感觉 早晚的温差真的蛮大 蛮大的 晚上大概 现在大概都10度到12度左右 相当的 冷啊 回过来阴阳湖 金仁钢前两天 我们的柜台客树 客树是什么 人家说 哦我看你们的 电视报导和你们脸书直播 说风月红热 我从很远的屏东 特地开车上来欣赏 还是包车上来欣赏 结果就只有这几颗 看到 也没有 他是说 他是说都没有红 我们的风月都没有红 说 小编直播都骗人 是拿以前的直播来放的 哎呦啊 人家啊 玩玩玩玩 小编的直播都是 实打实的直播 都是现场拍的 只是 呃一天当中 早中晚的阳光啊 哇不讯闹啊 待待待待 我说什么事 就是一天当中的阳光哦 他他早中晚的阳光都不一样 那如果你是下午到农场的话 会像这样子 就是 没有光啊 就是没有光啊 没有光的风月拍出来就不好看 会感觉 没红啊 哎呦我的空拍机是怎样啊 不真不当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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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我修抖去啊 哎这落好啊你 我刚才下雨了呢 哦 我要回来了我要回来了 哦 来看看这就是现在今天10月7号的 鸳鸯湖风矿 好我们白羊木的呃 叶子都掉的差不多了 然后黄蜂现在正漂亮 可以去可以 这几天如果廉价来的话 不要错过我们的黄蜂 那我们下面的纸叶风也开始逐渐在变色 尤其是靠近岸旁边这一颗非常的漂亮 呃还有什么 哎呦还有松鼓现在是青 现在还是绿色的松鼓现在的风月还是绿色 中午要等到11月 那我们10月的话就是我们鸳鸯湖的部分 那我们的白羊木也 也已经开始在掉叶子要掉的差不多了 我到时候整个 白羊木会很漂亮的白色枯木 到时候也是一个风景 然后外空摆机要 这个差不多了 哈哈哈 准备要回来了 因为在开始有在飘雨 飘雨还是不要太急 再回来是要回来 祝福大家 大家都有个美好一天大家拜拜 拜拜 喂阿公 坐贵子 在散播 厉害厉害 我们我们常常有那个不老骑士 但是哦就是阿公阿嬷 乘搭买起来 我感觉很佩服 感觉佩服 我自己骑摩托车 觉得这骨头都快闪掉了 好啦 我要回来啦 祝福大家都个美好的一天 大家拜拜 拜拜啦 想会得贵